不少人会把现在这台CX5当作家用车的一个选择 那么一个家用车的话 肯定就会对它的后排空间是有要求的 现在咱们就来到了这辆车的后排 我现在是坐在了这里 然后我腿部空间有一圈 哎呦 我看 大概十公分的样子吧 然后头部空间是比较充裕的 大概有两圈多 再感受一下 然后我们这前面的话是有一个天窗的 整体来说呢 它的后排空间表现是符合这个级别的主流水平的 中短图的乘坐都没有太大问题 日常家用觉得是够用的 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座椅 这辆车呢采用的是真皮座椅 它与椅物材质的相比较的话 就显得更上档次叶点叶方便维护打理 其实做起来的程度感受是还不错的比较软 你看它还使用的是这种打孔的皮质 并且它这后排这个地方 也能放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放下来 放下来它这里有两个杯架 然后这里也可以一个卡槽 可以放东西放手机什么的 这里打开 有一个USB的接口 这里配置相当的不错 放下来 感谢观看